因应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新北市政府在林口地区 成立了第一座老人日间照顾的中心 当天包括了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议员等等地方士绅 也到场参加了开幕典礼 市长朱立伦也期许新北市的老年长者 未来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 新北市政府为因应高龄化社会老人 长期照顾的需求 在林口成立首座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28号举行仁爱公共托老中心开幕典礼 及仁爱市民活动中心揭牌 市长朱立伦与多位议员及里长 一同划破彩球宣布启用 进来看着有没有老人 有没有欢迎 有没有前菜 我们这里真的是充满欢乐 充满幸福的地方 我们把新北市我们这些空间 做一些改造 这个地方变成很棒很好的市民活动工心 以后这是属于我们所有的市民 大家都可以来这里 市长朱立伦随后还参观了脱老中心 并和在场的老人家一一问好 并且在活动单位的安排下随性辉好 写下仁爱二字 期盼新北市的长者未来都能健康的生活 并且获得良好的照顾 在社区里面设日间照顾中心 结合我们的银法俱乐部 那我们有日间照顾中心 有银法俱乐部在一起 我们就叫它是公共拖劳中心 新北市全国首创这种形式的公共拖劳中心 今天今天今天我们拿靠公共拖劳中心完成 我们是第十三位第十三个的公共拖劳中心 老人日间照顾中心主要提供 轻中度失能或失智症的长者 一个白天可以互动及参与活动的地方 借由专业照顾人员的陪伴 引导及鼓励 建立自信与尊严 让长者们延缓老化 并且获得良好的生活品质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